原标题 迫击炮使得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,尽管超过10枚导弹被成功拦截,大部分还是击中了自己境内,使得大量的平民和士兵死于袭击,以色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,轰炸一结束,以色列立马展开了法机,此次袭击他们的,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武装力量,事后他们公开声明此次行动是为了对之前,以色列对沙加地区的袭击, 而进行的报复,以色列方面立即出动战机,对相关区域进行报复,据悉,至少有7名哈马斯战士死于空袭,另有多名平民伤亡,此外,包括武器库,军事作坊在内的十余个设施被毁,在这次较量中,哈马斯也是损失惨重,据以色列军方在袭击后调查发现,哈马斯发射的导弹均为伊朗制造, 因而相关负责人控诉伊朗提供武器装备,给哈马斯用来袭击以色列,伊朗在明里案里为哈马斯提供帮助是中所周知的事实,而这次,以色列更是直接将目标,指向伊朗有关专家认为,伊朗公开自己的反义政策, 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两国的关系已经到了死结,无法化解,伊朗之所以公开支持哈马斯对抗以色列,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之前他们公开了自己筹划了很长时间的核计划,是的美国退出了相关协议, 此前,以色列还委托俄罗斯从中调解,希望能够说服伊朗退出这场斗争,然而,俄罗斯方面称,伊朗是一个独立的大国, 他们没有权利决定其是否应该撤兵,更重要的是,俄方认为,在叙利亚矛盾的解决过程中, 伊朗是必不可少的意志力量,因而也不答应帮忙,故此,伊朗与以色列的和解丧失了机会, 不过,尽管伊朗明面支持哈马斯,武装力量,但事实上它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, 伊朗目前还在疲于应对美国对其的制裁,没有足够的能力与以色列正面冲突, 否则很有可能会面临双重困境,因而只能是支持哈马斯,间接与以色列斗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